星期翻来 迎向阳光 努力向前 晚霞满天 余火点点 漫步海上 梦与希望 转为生活的总领 走过于初期 初步开脱 生命的真理 可爱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余香风情话》 我是胡亦芬 很高兴能够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 和大家一起共度 相信您跟我也有一样的感觉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 都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 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举办 海燕之旅的游奖争达活动 只要您仔细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 就有机会获得从恒春到兰宇 三天两夜的游艇休闲之旅 那么机会非常的难得 当然赠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待会我在节目当中呢 再次地告诉大家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曾经搭船在海上航行的朋友 或许也曾领教过飞鱼精湛的勇气 但是要捕捉它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海岛彩峰单元当中 我们要带您到恒春去看一看 飞鱼终结者 保证新鲜有趣 在刚播出就受到观众朋友 热烈回响的游业古金坛 今天要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 海境和鲜海制度的历史典故 咱们诚实可靠的高师傅 今天又要介绍什么好菜呢 待会您看了就知道 准备好了吗 节目马上就开始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业古金坛 那么自从这个单元播出之后 我们也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反应 都表示大家都蛮喜欢这个单元的 因为的确从这个单元里面 大家可以很深入地去了解到 台湾一些历史 游业的历史 觉得相当有意思 纸张好 胡椒姐你好 我们晓得您今天还要再延续 上一次的单元 让我们更深刻地去了解到一下 就是早期的这个海境 还有鲜海的制度 对不对 是的 我们上次也提到 在明朝的时候 他们曾经把澎湖的居民 全部都搬回大陆 对 搬到漳州跟泉州 所以从明朝开始 就有这种鲜海的制度 那在海境方面 在明朝永乐的时间 他们曾经有规定 禁止遍帆寸帆 不得下海 就是说一个渔船的帆 一片板都不准出海 就是完全禁止的 就没有办法补鱼了 对 所以这些 这个是一个海境的政策 那到清朝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 清朝的时候 曾经从山东 一直到广东 所有沿海的居民 向后搬30里 30里就差不多18公里 把所有的居民都向后移 同时还建了一个强境 不准超越 所以像这些 海境跟千海 完全对渔民讲起来 是相当不利 那照您这样讲起来的话 我觉得那些法令 基本上对渔民 并没有造成保护的作用 还对他们 有莫大的伤害 确实如此 其实更过分的是 康熙22年 施郎 他平定了台湾以后 当时朝廷 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 他完全不了解 台湾是怎么回事 所以朝廷中间 就有人提到 一牵齐人 弃齐地 他的意思是说 要把我们台湾的人 全部都牵回大陆 而且要把这个地方放弃 这样子 为什么呢 他说流孔无异 弃律有害 他也是自己 不晓得如何做 他觉得留下来 没有什么好处 所幸当时 施郎 他因为曾经在台湾作战 他了解台湾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 台湾汽流书 这个汽流书里面 就很平时的叙述 保留台湾的利弊得失 所以他认为 弃之必让大祸 留之成永故边疆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才把台湾留下来 我觉得今天的话 说不定台湾是变成 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都不知道了 所以想想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还是蛮幸福的 要不然如果生活在 那个时代 我觉得那个时代 还都没鱼可以吃了 对不对 是啊 基本上明朝跟清朝 他们对于海盗的目标 并不一样 明朝的时间 它是真正的 是因为海上的 抢劫的问题 海盗 所以它有海境跟迁海 那清朝的时候 主要的是对 因为郑成功那个时代 他们清朝刚刚平定台湾 防止他们走私 偷渡各种行为 所以才有海境跟迁海的 一个政策 感觉像好像 今天又上了一课 让我们了解这么多 那么下一次呢 下一次我们把海境时候 有一些严苛的规定 我们拿出来 跟我们今天来比较一下 看看到底有什么差异 好 我们也期待 居长下一次来告诉我们 这些故事 我们下次 雨夜古今台再会 谢谢居长 谢谢 印象当中的飞鱼 它的行踪可以说是神出鬼没 很难掌握的 不过呢 我们聪明的老主仙们 也有一套捕捉飞鱼的技术 让这些看似灵活的飞鱼 它们能够自投罗网 现在海盗彩蜂 就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您也不要忘记哦 要注意欣赏一下我们的内容 因为待会儿呢 这个海燕之旅 有讲征达的答案 就会在影片当中 在横城外海 有一种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 叫做黑潮 凡是读过地理的人都知道 黑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由两种不同潮汐 在同一个地点汇聚而成的自然景观 由于黑潮出现的地方 水温比较温和 所以也是各类鱼群聚集的所在 每年三到六月之间 随着黑潮而来的飞鱼 大量有限 成为当地渔民 长久以来赖以为生的一种 主要渔获之一 然而要捕捉这身手敏捷的飞鱼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渔民们所使用的是一种 几近失传的古老鱼法 追入网 过程精心有趣 我们制作小组为了摄取 这些珍贵的镜头 大队人马两度南下 最后还是在风雨交渣 雨波桃之下完成的 真的好辛苦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南台湾 四季如春的恒春 不过如春好像今天不太对 大概老天爷要考验一下 我们的外景小组 很早下雨的南台湾 今天都下起雨来了 那么等会我们要去看什么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如何捕捉飞鱼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后壁湖鱼港 古作飞行相当地有意思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即着今年第一道美雨 风眠过境 向来以阳光普照 出名的恒春也飘下了绵绵细雨 为了收录即将成为历史的追入网渔业 雨香风情话制作小组 这一天搭乘游艇 冒着风雨从后壁湖渔港出发 航向大海追寻追入网船的行踪 原先乐观地以为 老天不过是下下雨罢了 不料游艇才驶进海上 才发现五到六级的风浪 可以让不常搭船的人 尝到毕生难忘的晕船痛苦 更何况是潮年风雨中 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 值得高兴的是 在游艇上望向远方 整个横船半岛的起伏山巒 秀丽景致 一幕幕地映在眼前 虽然是飘着雨 丝毫不减景致天成的魅力 反而因为雨水的洗衣 而露出它翠绿素芽的本色 的确很美不是吗 我们的游艇沿着巴士海峡 终于在过了龙盘公园以后的 风吹沙外海 我们看见了第一艘追入网渔船 显然他们在海上作业 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这些热情的渔民 看见我们的游艇向他们靠近 显得十分的高兴 哇 还丢了条鱼 要和我们分享呢 哇 好辛苦哦 我们接了好久才找到 这个抓飞鱼的船只哦 然后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海上面呢 风雨交加的海浪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到了这些 热情的渔民朋友们呢 他们还很好 就是抓了一只这个叫做 追加马送给我们 那我们也很谢谢这艘船的 这个船老大韩先生 等会呢 他跟我们讲好了 就是要把这一只追加马 煮来招待请客 好好的 请我们一站 接入网渔业捕鱼的方式 十分的原始 需要三艘船一块作业 其中一艘负责放草鳞 张在鱼货 而另外两艘则是分别 拖住一艘塑胶阀 进行收草鳞 布网和收网的工作 草鳞的作用是急鱼 因为这些看似灵活的飞鱼 其实也有它愚昧的地方 他们居然会以为 草鳞会给他们披护 却不知道当他们 躲进草鳞的同时 也就是注定要被捕捉的命运了 不过单靠草鳞急鱼 是不够的 最特别的是 还需要渔民亲自下海去赶鱼 免得鱼儿逃离下网的范围 现在陷阱不好 鱼儿也撒好 两艘塑胶阀也已经各就各位 分别拖住网子的另一端 开始下网咯 八名负责下海赶鱼的渔民 不畏海上的风雨 相继地跳进冰冷的海里 使劲地拍打海水 噼里啪啦的好不热闹 食鱼儿也潜入水中 下下鱼儿 渔船和塑胶阀一刻也没闲着 他们一前一后的搜草鳞 同时也下着网 在风雨中 我们亲眼目睹了渔民辛苦 团队的一面 说网的时候 每位渔民脸上 雾满了笑容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趟有将会是 渔获满载 至于过程的辛苦 此时此刻 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区域会目前整个年度它的捕获鱼类的种类大致分了以下几种 四到六月份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主要的是捕获那种 飞鱼 鬼头高 现在四五六月份就大致是 以这两种为主要的鱼类项目 那七八九月是刚好是台风季节 大概全部的渔民大概都在休息 被战中了 那等到十月以后 十一十二一月二月份 就是起雨的季节 大部分都是以起雨为主 大概整个年度它的捕获鱼类就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以起雨的季节 傍晚时分 后壁湖渔港 陆续驶进返航的渔船 纵横杂存 渔火点点 渔市场论经 称量的摇护声 此起彼落 把防昏的渔港 张点地热闹异常 追入网船 如玉琪般地满载而归 渔妹们也再难以 吻视脸上的疲惫 不过他们还是 强达起精神 完成今天最后一项工作 把渔货分歧 装进一搂搂的渔框 过乘打包 渔市场的交易 又显得活络了起来 以往捕飞鱼 在以前的时候 这边大部分 都以当地居民 因为那个时候 生活比较困苦 所以就自捕自死 所以等于是说 抓进来的鱼 就是尽量先吃 有多的在卖 那现在这一部分 因为抓的人力要多 船一般是三艘 为一个主体 等于一组在抓飞鱼 那现在因为 捕 渔货量也越来越少 而且捕上来的都鱼 因为价钱的关系 已经不符成本了 所以越来越没落了 在渔业科技不断革行 那今天 台湾地区除了蓝鱼之外 只剩下横撑的 少数几艘渔船 仍然沿用岛祖宗 所流传下来的 古老渔法作业 不久的将来 也许追入网渔业 也将随着 日渐没落的渔业 走进历史 在更久远的年代以后 我们的后代子孙 能否有幸 再看到这些 古老的渔法 缅怀仙人 天守自独 与海洋搏斗的故事呢 但看咱们政府 睿智的决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精彩吧 其实这些画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 我相信朋友 在其他的电视节目里面 也很难得能够看到 类似的节目内容 我想这就是我们 自作的一个宗旨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 海岛渔业的故事 都一一详实地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好 现在我要开始出 今天海燕之旅 有讲真答的题目了 我们的题目就是 追入网渔业 它主要捕捉的是什么鱼 追入网渔业 它主要捕捉的是什么鱼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赶紧把答案 写在明信片上面 连同您的姓名 还有地址 寄到哪里呢 寄到台北市 张静路 391项 一弄一号 B1 鱼香风情话 制作小组收就可以了 答对的朋友 我们会抽出前100名 赞颂您从恒春到兰宇 三天两夜的 游艇休闲之旅的优待券 行动要快 因为机会不多 喜欢做菜的朋友 大家好 高师傅好 你好 我知道今天我们要做的 这道菜 其实在节目里面 曾经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 这一道 就是五眼曼 对 盲曼 盲曼也可以叫盲曼 东港的一个名产 对 所以这道菜 有没有什么诀窍 或要注意的地方 这道菜其实说 是蛮轻松 蛮好料理的 只要有一个重点要抓住 因为这个五眼曼 我们就生长 是在海底 比较深的地方 对 所以这种 鱼的身上 就等于含水量比较高 所以炒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些 可能会出水 所以说我们要炒之前的话 就是要怎么样处理 就是先进过开水烫锅 烫锅之后 然后再去浸冷水 就跟我们做那种花枝 炒花枝一样 方式蛮累 对 一样 如果是照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炒出来这个菜 就看起来就是 比较很有那个 人家讲脉相比较好 我晓得高师傅 你还给这道菜一个 很别出心裁的名字 对 因为我们这道菜 我们今天是用配料 是配的是这个酒房 对 所以说把这道菜取名 叫做酒房炒龙筋 这样子啊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这道 酒房炒龙筋 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 就是这个龙筋满满 这在外面在贩售的时候 它们已经处理好了 已经去皮 去了内脏 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 这个东西 就是把它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准备这个酒房 跟这个辣椒 那这个九环的话 就是先要把这个头的部分 给它稍微去掉 比较算是比较老的部分 然后切成差不多 跟我们手指一样 这种差不多一寸半左右 这种长度 到两寸的长度 那个辣椒嘛 就是要把中间那个籽 把它去掉 那我先用手稍微搓一下 使那个籽 能够跟里面的肉分离 然后刀子把它破开来 把每根辣椒给它破开来 这样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这样 抖一下 弹一下 就可以把这里面的辣椒籽 完全给它去除掉 并不是说这个辣椒籽不能吃 只是说这个炒的时候 有这个辣椒籽 脉相会稍微差一点 接下来就把辣椒给切丝 至于这个龙筋啊 就是这个蛮茫啊 我们把它排好 差不多依照它的长度 差不多一条一条 切成这三段到差不多四段 如果说这个鱼 差不多就是说 看着鱼的大小了 差不多平均那种长度 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 韭菜那个长度差不多 还有就是这个蛮茫啊 因为它这个容易 是属于深海的这种一种鱼类 水分含量比较高一点 如果说你直接放下去 这样生炒的话 可能待会炒完了之后 会出水 所以我们先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拿这个开水 里面给它烫过 烫过了之后 我们接着给它泡冷水 使它收缩 这一则嘛 这个不容易出 炒的时候不容易出水 还有点经过冷水 这样泡过会炒起来 吃起来会比较脆一点 我们把它完全泡冷了之后 我们把它沥干 把水干沥干 现在我们下这个油 差不多是两到三汤匙的油 油热了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辣椒下去爆 爆好了结果 结下去就是把这个 这个鳗鱼的段拿下去炒 稍微炒几下之后 我们就放这个酒环 那调味料嘛 就是这个盐跟这个糖 然后这个用大火稍微炒一下 炒到等于说让这个酒环 稍微有点软的时候 像同时这个鳗鱼 比它我也都热了 像我们这道菜 就是要完成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 这个酒环炒龙筋 酒环炒龙筋 对 经常我们不管是 自己看师傅做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大师傅示范也好 常常觉得自己做出来 就是缺少那种色香味俱全的感觉 对 不过就像高师傅讲的啦 其实做菜就是 好像抓那么一点点的 小诀窍 你如果抓到的话呢 其实你会感觉到 自己就像大厨师一样 对 下个礼拜呢 下礼拜是做那耿 那耿 什么那耿 什么是那耿 东耿的一种鱼 叫做那耿 其实它是它淑米 本名话我们也叫做豆腐鱼 豆腐鱼好不好买啊 也算东港是比较好买的 如果说买不到的话 也无所谓的 就是主要是向大家介绍 假如说有将来买到的东西的话 这怎么料理就可以了 好 所以也如果买不到 也不需要特别去准备就是了 对对对 好 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 您看了之后会非常满意 余香风情话 积极都精彩 别忘了 下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半 还是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不开脱生命的真理 可爱